接著轉換焦點 帶您來看到的是 南韓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的固定班底全昭米 他因為搞怪的四次元魅力呢 吸引了不少的粉絲 不過他在今天卻無預警的宣布 將要退出節目 結束了六年的班底生涯 而消息曝光之後 也讓粉絲們感到相當震驚 全昭米所屬的經濟公司23日宣布 他在10月30日的錄影結束之後 就正式退出Running Man 聲明中寫道 這是有著深厚情感的節目 經過深思熟慮 以及與Running Man的成員 製作團隊還有所屬公司的 長時間討論之後 我們決定為了在今後的活動 以及能在演技中展現更好的形象 需要一段時間的休息 希望大家今後也能給予全昭米 溫暖的愛和支持 接著我們看到另外一位 南韓的明星也就是李善君 他近日接受了毒品的調查 由於他被爆出 遭到了所三億五千萬元 而且警方還在他的匯款的交易紀錄中 找到了相關的證據 而重創了形象 二十三號 他透過法律代理人發生緊急切割 李善君 遭列為調查名單的主因是 他的名字出現在毒品前科犯的銀行帳戶交易之中 而且確認到他有貴錢的事實 總共會了高達韓幣三億五千萬元 約臺幣近九百萬元 才會被警方盯上疑似有吸毒的嫌疑 而調查名單的八人之中 還有毒品前科犯 南洋乳業外孫女黃格納 韓瑞希 他們涉嫌在住處與聲色場所多次呼麻 李善君的律師二十三號接受韓聯社電訪 他表示最近有跟李善君本人開過一次會議 報導內容雖然指出他與黃格納 韓瑞希 同為調查的名單 但李善君跟他們完全是不認識的關係 而被問到李善君到底有沒有吸毒 律師態度保守 現在還可能對外說什麼 會誠實接受調查 而警方預計在最早會在下週 傳喚李善君本人盜案 為了進一步釐清他是否有吸食毒品 現在正在考量向相關單位 申請身體扣押搜查令 若搜查令申請成功 將採集李善君的毛髮提交檢驗 南星李善君減入了懶毒的風波 而他主演的韓劇No Way Out開拍在即 劇組同日承認李善君將會退出 而這部片也是許光漢首部進攻韓國影視圈的戲劇 恐怕也會受到影響 No Way Out是許光漢首部進攻韓國影視圈的戲劇 戲劇為分秒必爭 人生真美麗 導演崔國西首次指導的系列劇作品 是一部講述懸賞200億委託公開殺害 出於重刑犯 在試圖殺人者與試圖生存者之間 展開對決 懸疑驚悚劇 而許光漢將誓言受委託來到韓國的殺手 No Way Out劇組23號坦言 李善君上週爆出不光彩的事件後 即刻聯繫了劇組 並表示在事件釐清以前需要一點時間 同時也表達了會退出的決定 在經過一陣子協商後 劇組確定會換腳 局外傳劇組因此延期兩週來開拍 而劇組方面則是回應 拍攝按照原定計劃沒有延期 接著看到了這一位是香港偶像男團MIRROR的人氣王江濤 他日前突然發現現實動態 而且他是發出黑底白字的行動 寫說認愛 而且寫下說沒錯我有女朋友了 他的粉絲都感到相當驚訝 紛紛猜錯說這個女朋友到底是誰呢 不過他之後就公開了一個照片 是他和小女孩的合照 也讓粉絲們噓驚一吵 不過最近他卻被香港媒體爆料說 他確實是有女朋友 而且他的對象就是曾經演過台劇 他和他的他的台灣正妹女星林思婷 據香港媒體報導 江濤有MIRROR中最後一個母胎單身之稱 近期頻頻被爆熱戀 緋聞對象是大四歲的台灣女星林思婷 爆料者稱他的線動喊話 疑似是為了公開認愛來試水溫 兩人在三年前合作超感應學員 MV愛情簽證申請曾傳過緋聞 而且曖昧長達三年 年初起雙方的關係大躍進展開了港台異地鏈 而爆料者表示 江思戀是江濤粉絲之間公開的秘密 之所以曝光是因為林思婷出現在 江濤新歌13胎的MV拍攝現場 兩個人還有吻戲 女方更在IG曬出疑似是MV的造型照片 另一位知情人士則是聲稱照片中 女方戴的眼鏡和江濤回香港戴的眼鏡 非常的相似 被揣測是藉眼鏡傳奇 而一題五間新聞記者私訊了林思婷 截至上午為止都沒有任何回應 好 在黑社會美媒發跡的正亮星 因為參加了全明星運動而受到了關注 她在二月的時候 因為模仿抖音影片造成偽追受傷裂開 沒想到後來又被整副時弄到骨折 幾乎一度變成了半殘廢 而正亮星二十一號也分享了自己的近況 除了感謝外界的關心 也將透露在二十四號與整副時對付公堂 所以我女兒絕對不會原諒她 差點被人氣整副時弄到半殘 正經星崩潰提告 媽媽也氣憤不已 五愛黑社會出生的正經星 因為在全明星運動會四出色的表現 備受大眾的關注 正經星的母親胡溫英 在十八號拍影片哭訴 透露女兒被知名整副時弄到骨折 對方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還表示正經星受傷後生活甚至無法自理 常常連呼吸都會痛 有時候半夜還會被痛醒 女兒幾乎一度變成半殘廢 愛女心切的她非常痛心 也忍不住在影片中放聲大哭 胡溫英生氣地說 絕對不會饒恕這種惡劣的整副師 虧她在YouTube上還小有名氣 她們也已經向法院提出告訴 真心希望不再有任何一位受害者 正經星在二十一號分享自己的近況 感謝外界的關心 並透露將在二十四號 與整副師對付公堂 她也在留言區表示 受害者不止她一個 奉勸大家不要亂整副 也不要被名氣所騙 另外網友也很關心 整副師的真實身份 她則表示 等結果出來一定告訴大家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社會消息 相信每個人都想要一夜致富 甚至最大的夢想就是 我可以睡在錢堆上面 在台中有一位26歲的無性男子 他是真的實現了這個夢想 不過他的錢卻不是正當得來的 而是疑似幫詐騙集團洗錢 利用虛擬貨幣的場外交易方式 把大量的贓款 偽裝成正常的換匯行為 而當警方找上門的時候 就在她的衣櫃 找到了十幾捆的千元大鈔 現在還在她的床底下 發現大量的現金 最終遠景是搬出了點鈔機 數了她在房間裡面的所有現金 發現一共是有 758萬元的大量現金 趙機犯睡在錢堆上 警方算錢算到崩潰 還得搬出點鈔機 台中市行大 日前掌握一名26歲的無性男子 疑似幫詐騙集團洗錢 無利用虛擬貨幣場外交易方式 把大量的贓款偽裝成正常換匯 警方找上門時 先在吳南的衣櫃 找到十多疊千元鈔 又在床底下找到大量的現金 吳南把錢當床睡的場景 如同電視劇一般 最終遠景搬出點鈔機 算出在房間內藏了758萬元 被新北地檢起訴在案 警方在無性犯錢家中 查扣高達新台幣758萬餘元 另外發現吳賢名下申辦數十家銀行帳戶 但是卻不敢將這些錢存入銀行之中 反而將錢藏匿在家中的床底 衣櫃等處 本次遭警方搜索查扣 成為協助洗錢的證物 收索查扣高達新台幣758萬米